想要水草长得好看 应该怎么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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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叫它按照你的意愿去生长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水草的侧芽部分 就是把其他长出来多余的这些 不想要的这些给它修剪掉 然后让它底下吸取到的营养 来主攻某一方面来生长 能明白我的意思不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底下 这些多余的部分给它剪掉 尽量剪得矮一点 像这样一根就剪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哪一些可以修剪掉的 尽量的让它只留下一个主根来生长 这样它的水草就能随着你的意愿去长了 现在我们就剪完了 剪得不是特别狠 看一下就剪出来这么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热 其实这个时间段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修剪这个水草的 为什么因为天气比较热 是吧 这个水草它的生长比较缓慢 如果你一下剪得太狠的话 它又生长的比较慢的话 像我们这种生态鱼缸 没有打氧也没有过滤的话 很容易 缸内没有水草充足的光合作用提供氧气的话 这个鱼可能就会缺氧了 导致这个生态平衡就已经打破了 是吧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剪得太狠稍微剪一下就行 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可以等我们天气稍微再凉快一点的时候可以再修剪一下 是吧 现在呢这个水草剪完之后呢就有形了啊 你看基本上我留了长的啊 然后要的这个树枝往上爬的这些留下来了 其他的都剪得挺矮的啊 看这样就行了 然后这这有一根呢 后面我是想着它沿后面这一块去爬啊 然后这个灯光呢 我们可以啊往后推一下 往后推一下啊 是吧 让它这个水草啊能追着这个光啊 顺着这个光源往后面长啊 就不要让它在这个灯光在前面了 不要让它在追着前面的灯光长 等一下又长到钢壁上面去了 好吧这就是关于这个水草的修剪问题啊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水草或者其他问题不懂的话 欢迎啊评论区留言我们共同讨论学习吧 好吧好了本期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点关注 我是养元小爱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